好 继续带您来关心部落消息 圆明会106年在苗栗南庄乡 完成了南庄爸爸赖智慧部落的建制 终于是在今天举办智慧部落的启用典礼 而现场的实际情形如何 我们把时间交给在现场的记者吉瓦斯 社主播记者所在位置 就在苗栗南庄所举办的智慧部落启用典礼 透过这个启用典礼 也正式对外宣告智慧部落的启用 期望能够提升部落的生活品质 肃进部落发展以及拉近城乡差距 那么就带您来看一段现场画面 综合这么多项的工作 在这个智慧部落这个平台 是多么厉害的 它就是要我们跟城市之间的距离 怎么样缩短 对于未处偏向的部落 最怕的就是当天灾发生时孤立无援 而透过部落智慧的建制 可以利用空拍画面及时外传 让部落不再成为孤岛 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家人透过云端数据 了解家中长辈在部落的身体状况 并把云端数据带给医生 掌握最完整的身体状况 接着带您来看一段稍早访问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是健康站也有 他们也是来到健康站来服务 一方面到每个角落 每个部落的角落里面 也有那个公寓房 所以我们想来想去 一定把这个传统的文化也发扬广大 那如果说有智慧部落这个东西进来的时候 那他们的资料刚好输入到健保卡里面 那他们去看医生的时候 那医生就会去看到他在部落的时候 每天一个礼拜检查的数据大概是多少 可以让医生去做评估 其实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帮助 这次南庄爸爸赖智慧部落的建制 是整合出跨部落的合作发展模式 以数位部落智慧生活为发展轴心 为部落形塑出多功能的文化场域 而圆明会也规划 预计每年新增两处智慧部落的设置 让原乡接轨现代科技 让部落的美好不再遥远 以上是原市记者 九亚小麦跟许家荣丹苗栗 南庄掌握的现场资讯